我是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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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晚安 我是下官 是北京 欢迎收看 我是新观点 我是新观点 在今天早上 马总统在慢跑的时候 突然之间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60岁的男子 开车撞了观底 到底是迷远 还是要引起注意 还是要陈情呢 到底我们总统的维安 出了什么样的漏洞 同时在今天要来谈谈 魏家为什么能够 从他们的土地 掠夺那么多的利益 他为什么能够 享有那么多的特权 在豪宅区 也就是林一街的顶和园 还高祖美党替他干 替他聊聊 在魏权新颜的 那一块土地上 非常庞大的15800坪 竟然能够花一年三个月 就能够变更地幕 同时那块土地 只有一张标单 傲高奇怪 在今天还要来谈谈 是在今天媒体的头版头 谈到了令大家 非常震惊的讯息是 越南恶油 进口到顶心的 那一批油 有没有可能 含有世纪之毒带傲心 而我们五次新观点 提前就提醒过了 到底带傲心之毒 又多毒 来谈谈邪恶的孟山都 好我们来介绍 来到现场的来宾是 曾经专家蔡明章总经理 大家好 好以及NOW NEWS 总编辑康仁运 阿官好 阿官好 傅比师网科公司指引长 陈高超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罗友志 阿官好大家好 好以及新新闻副社长 陈东好 阿官好大家好 好跟我带你来看 在今天早上 总统惊到 地面上隐约可见冲洗水渍 还有来不及清掉的红漆 地点就在马总统关底门口 惊传遭开车 泼漆冲撞 那因为那个距离非常短 你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所以他一左转就马上被制止 那人也立即被我们同仁 跟献兵制服 翻案车辆保险杆绑着塑胶桶 里面装红色油漆 撞出大片红漆 箭载车头触目惊心 嫌犯就是驾驶这辆轿车 早上7点40分从罗斯福路 转进南海路后 沿着重庆南路二段 再七项转进关底 在虎口街一个左转 猛力撞上中心寓所 关底三号门 一度传出总统慢跑 被巨响惊吓 但幕僚澄清 当时总统已经跑步完 回到屋内 听幕僚转述才知道出事情 为什么要撞关底 有什么不满吗 开车冲撞的陈静男子 当场被扭送警局 比移送台北地检署 讯后两万交保 这个几栋跟社会大众 道歉一下 因为我是下下策 就没办法了 你必须对最有权力的人 做一个抗议 你才有效果 不悔犯案 60岁的陈静男子 其实只有小学学历 自称是靠自学精通医学 不但常常受邀医学演讲 人称陈教授 甚至写过好几本 医疗细胞营养学等 专业著作挂名医学顾问 这次抗议车头挂的红漆 就是象征病人的血液 我之所以会顶状官僚 是经过生死很久的 即使会失去个人的人身自由 也不可再包容 坦诚之前多次陈情 医学疏失未果才预谋冲撞 但家人丝毫没有察觉异状 之前陈姓男子 还在脸书写下公开信 大众该觉醒 只有大众跟媒体的声音 才能让官僚改革 满腔医学改革热血 陈情无门 却选择最下下策的方式 吸引社会注意 三例新闻线委一代尾城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今天这一起冲撞关底事件 真的引起了社会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非常戏剧性 你看他撞了关底 被人家抓走的时候 还带着笑意 大家称他为陈教授 搞了半天发现竟然是小学毕业 但他有非常崇高的情操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看着病人的生命 一天一天流失 我看着家属的眼泪就要流干 我真是任无可忍 不过我们还是要先说 像这样子开车冲撞官邸 总统府官署 甚至冲撞一般民常百姓的 这个人家家流 这种行为都是不可取 我们一定要先把这边 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但是呢 陈炳松先生呢 大家都说 他也是一个怪人 不是说怪人 他是一个奇葩 你知道吗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其实就他今天开着车子 从南海路 然后一直转 转到重庆南路二段 然后直接去撞这个 所谓的关底的三号门 这是当时的一个现场的示意图 因为时间发生在今天早上 大概七点钟左右 七点多 平时马总统说你旁边跑步 你知道吗 听说是有叫声 丢掉 没有看到 因为他从外面撞进去 而且他其实没有实际 撞到关底里面去 因为三号门的外面 就有那个地虎杂 所以他的那个轮胎 其实已经被刺破 那车前面 你刚刚在新闻里面看到说 他有弄一个红漆 那个红色油漆筒 那个油漆 就泼了他自己的车头之外 连那个关底的三号门也被红色油漆破到 所以今天早上一早的时候 关底的人很重要一件事 快把那个油漆 把它切掉 把它切回到原来的这个颜色去 所以他是有意象的对吗 我要去破菜 破菜的意思就是 我真不满 对 那大家都觉得说 你到底在不满什么 你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激烈的举动 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车子 那个车头前面 他的车牌 还有新的车牌 上面都油漆 整个都放进去 那他的讲法是这样 说他其实只有小学毕业而已 可是他出过很多跟医学啊 什么健康有关的书籍 你知道吗 自己本身现在是一个水电行的老板 这个又不一样 又跨了很多领域 可是因为他自己出了很多的书 他对医疗有信心 据说他现在还挂了一个 在民间单位里面 一个叫生物医疗基金会的执行长 那他自己在这里面 他其实一直觉得 早上的时候大家讲说 什么医疗书师其实不是啊 他就认为说 台湾现在医疗体系里面 很多人都滥用抗生素 要有些为了积分 就动不动就开刀 所以他有一个九大的书师 他认为说他不断的 有跟官署反应或者是怎么样 可是都没有人要理他 他说他还登过报纸头版啊 而且之前你看像他这个 就在今年你看9月14号的时候 给社会大众的一封公开信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之所以会顶撞官僚 是经过生死很久 也就是说我已经忍无可忍 不能再忍下去了 我的要求不多 只希望官署和媒体 能够听到我微弱的声音 是那刚才他选择这个方式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 就是以他这次的方向里面 其实总统官体中心寓所里面 有四个门 第一个这个一号门呢 是平常马总统从这个地方进出的 其他人也不可以走这边进去 那以二号门来讲 如果我今天想要 总统想要会客或什么 看看客人朋友 进来这边的话呢 就要走所谓的二号门 那三号门是哪里的 三号门是因为他这个地方 你看他巷子其实比较小 跟其他的路比起来 这个地方其实就小了 所以以这个地方来讲 你看他又从湖口街这个地方进去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讲 会进出三号门的 是他这个所谓为安的人员 还是一些其他人才会走这里 访客都应该走二号门 他需要一个访客利害 对不对 对 只有一个访客利害 黄世民就是走三号门 那个一定要先通报啦 不然的话那个租位 这个租位比或现金 现兵直接会叫你走到别人的门去 怎么可能才这个地方放你进去 所以这一次陈炳松先生 他这样子从这个地方进去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说 你是不是有经过 先事前的这个所谓的路线的规划 你再看一遍 他是不是预谋 对 他是不是研究过 因为你看他这样就转转转转转 你今天要转了不少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走一号门的话 因为它大马路过去就好 你这样照照照 是不是事前都已经开始有规划过 但是因为他是小巷子 照理说应该很容易为安啊 是所以现在大家有一个开始去检讨 就是马总统身边的这个为安的人员 比如说当时你还记不记得 在1月的时候 1月2月的时候呢 不是有一个沙石车的司机 撞总统府 他直接把那个沙石车 用时速70公里的时候 你看那个总统府的前面那个景深很浅嘛 结果呢 他其实不管撞过那个第五闸 撞过那个门柱 然后一直撞上阶梯之后 撞到了那个总统府的最后 你下面画面所看到 就是当时沙石车撞总统府 那时又说 哦 现兵很厉害 你第一时间按下的防弹的钢门 门一关起来 还好沙石车在那边 其实他因为上去的那个力道 已经都没有了 所以就挺住 可是呢 在那个事件之后呢 大家也就开始检讨说 啊你现兵呢 是不是第一时间可以开枪啊 总统的为安这么的重要 不行啦 因为现兵的情是空包弹啊 其实一般在这个所谓枪械上面 不管是军警 他们前面一定都有放空包弹啊 因为第一枪通常都是明空市警 可是大家就想说 那总统的为安 这种千军预法之计 现在你看到几个案子 你看我们不敢讲 张德正是开沙石车 后来隔没有多久 也有一个男子 也是开黑色的车子 也要去到总统府啊 而且也是带着汽油 你知道吗 那像这样子 那么危急的状况之下 如果先兵 他有这个应变的时间 说我先对空瓶枪 或者是搞不好 他自己实际上也没有打过嘛 吓傻了也不敢开枪 这个为安的问题呢 我跟你讲 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 照理说总统的为安 应该是通枪铁壁 滴水不漏啊 想不到到处都是漏洞 那么到处都是漏洞 怎么办呢 最近总统很忙 为什么很忙呢 牛仔很忙 因为他陪连圣文扫街啊 当然所以你现在在看到说 以今天的这样一个为安 以这样的这个 有人开车去冲撞 冲撞总统官邸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想到说 马总统最近常常 是不是都要去扫街 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有没有 这个其实我们一般 在马总统身边 他自己看不见啊 可是他的周边 你知道他那次去扫街 一个晚上 短短一个小时 有六起枪箱的这个事件 而且很多人其实 要表达他的情绪或什么 之前说怕被丢鞋子 拿了一个什么蓝鞋网 现在是 他军警维安人员 你刚才去西门京的时候 三百壮士围着他 只要你有一张 就连衣服上面写 报名两个字都不可以哦 维安人员就追着你跑 为什么 就怕你真的对他 做出不礼貌的举动 可是我跟你讲 人很好挡啊 那很多东西突发的事件不行啊 为什么 你记不记得 在 马连圣文 现在不是要选台北市长吗 是 11月26号那一年的那个晚上 突然有人冲上去 对着他脸 开枪 现场方面上面 我们看到 人家直接走到台上面去 然后直接什么话也没有讲 连圣文是讲说 有他有听到叫他名字 可是你看 在这样混乱的状况之下 如果维安人员 不能够有最立即的反应 他身边又没有 可以用的武器的时候 那总统的维安 当然会让人家很担心啊 好 确实每一次的冲撞 都让我们发现 总统的维安 原来漏洞百出啊 上一次的沙石车 撞到总统府之后 我们才发现原来 总统府身边的铁位 其实是病猫 那么这一次呢 冲撞关底中 我们才发现 原来三号门 是一个维安的大黑洞 那么特别是最近啊 马总统经常要陪 连圣文扫街 而连圣文在今天事情发生 第一时间他怎么说 他说希望大家理性选举 恭喜 这个算机有什么关 这个等级算机没有关 所以连圣文要不断 不断地打悲情牌 提醒大家说 我曾经被枪打过 当然 今天的伟安漏洞 1126的10月26号那样子 突然间 南京的五都选举面 北台湾 中台湾 大翻盘 我们讲说 那一站最起码 光台北市吹出12万票 所以子弹经常能够 让选举翻盘 选举呢 尤其是僵持不下的状况之下 任何类似枪击事件 就是一系翻盘 一系翻盘 绝对让你算都算不出来 所以你知道 像今天把那种这个官邸被冲撞 所以难怪连圣文这次一直打悲情牌 他本来就要打 你要想看 大家回想一下 他就怕我们忘了马面 没错 我们回想一下 四年前 四年前的11月26号晚上 8点多 8点17分 那个时候呢 连赞 连圣文的爸爸在凯道前面 乐这个演讲 在帮黄冰助选 他的儿子连圣文呢 是到了永和 帮他的好朋友 原来的副议长 这个陈红元助选 你知道 枪开枪他的人 是马面 马面 那这个马面 另一天呢 好我们来看 这是当时的画面 当时枪击之后现场 一片混乱啊 对 你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时候 已经是马面被制服了 是 那你要知道 那个那一瞬间 是怎么发生的 8点17分 那一刻是怎么发生的 现在你现在看到 是连赞文受伤之后 这个离开医院的时候 那天晚上 8点17分的时候 原本呢 是国民党立委 林德福啊 在台上 致辞 帮这个陈红元 辅选 辅选完之后 陈红元 那个林德福啊 就下台 要去赶另一趟 这时候连赞文到了 他从台下走上来 那时候陈红元 是站在正中间 连赞文是站在他旁边 陈红元就介绍 连赞文 要来这个演讲致死 马面 马面就在台下 当他看到陈红元 站在台上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位置 就快步落到舞台后方 冲上去 冲上去 可是在冲上去的同时呢 陈红元跟这个连赞文 忽然间换了位置 为什么 那个连赞文开始演讲 连赞文就站到中间 马面从后面冲上来 那时候已经看 换位置都来不及了 马面拿着手枪 就抵住连赞文的 左脸颊 左脸颊 缩时时那只快 砰一声就开枪 开下去了 然后我们前面看到 就是马面被制服的画面 那这一枪开下去 你知道吗 连赞先生在凯道的时候 是哽咽的说 我的儿子正在对面的 台大医院急救 那一夜 感动了非常多的 蓝营的支持者 那那一枪一开下去 后面的问题就来了 连赞文虽然会被救了回来 但是后面阴谋论不断 为什么呢 马面为什么要开枪 当天晚上马上传出来说 马面是要去要钱的 然后陈家不理他 还有一说 是被设计 那检警单位就开始调查了 带他下去的时候发现说 其实马面要开枪之前 曾经一直找陈宏妍家 调钱 是真的要要钱 从200万要到最后要50万 那这个陈宏妍他们家 他为什么要跟陈家要钱 因为土地纠纷 你要知道马面 马面原来是 这个永和当地的一个角头 他有老大的 他老大叫金刚的林光明 林光明以前呢 跟陈宏妍的爸爸 陈宏妍他们有合作 瞧过一些土地 那很多事情呢 其实是交由马面下去执行 那当时有个传说 有一笔200万的这个 土地的瞧事情的费用 是给了马面他们 可是马面说我没有收到啊 没有收到 那四个多年马面也没有什么计较 也没有在讲 可是马面后来生活不好 生活不好 选举的时候 就是要后来去吸毒 对 他后来吸毒 然后也入役服刑 后来戒掉 可是他生活不好 生活不好 那他就要去跟陈宏妍讲说 那你好歹 那一笔200万 你总要处理一下 但是陈宏妍家不愿意处理 这里面就发生一个 很奇怪的状况 为什么呢 陈宏妍的竞选总干事 叫杜一凯 杜一凯呢 是什么呢 是国民党 永和服务中心的理事长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服选机构 但是也是地方上的韬人 然后叫他九哥九哥 马面去要钱 陈家也很头痛 所以就让九哥杜一凯 他的总干事 出来 想要看能不能瞧这个事情 或怎么处理 那在开箱之前呢 这个杜一凯 就到了永和一个庙 叫做御清宫 永和御清宫 为什么他约了一个 马面呢 过去在脚头上的一个长辈 保定 在那边谈说 马面这事要怎么处理 叫他别说老 为什么 因为在选举前 马面开口要两百万 陈家也会怕 万一这两百万拿出去 被查查会选的人误会 以为我是要会选 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我给你了 以后会不会就结束了 还是还会再来 不知道 因为马面 我妈妈觉得他也稍微 所以杜一凯那时候 约了部长 就在御清宫 这个地方密谈 可是御清宫还有另外一段 就是马面后来不是有枪吗 我们要讲 那个枪也是一个谜 对 因为我曾经教过说 那个枪是我的老大 就是你刚才说的金刚 放在我这里的 但后来 针对那个枪去查了之后 发现说 不对 时间斗不起来 显然马面有说谎 没错 因为那个枪 有人说 也是在御清宫那边交给他的 你知道吗 这样子你会讲说 那个枪后来检察官他们去查 拜托美国 查 发现这个枪是什么时候出场的 1995年 这把枪原来是美国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呢 走私到菲律宾 菲律宾又走私到台湾 到了台湾之后 居然落在马面的手上 这枪很神奇 可以跑 这个跑过太平洋 这样子的说法出来之后 连圣文怎么会相信 连家人怎么会相信 而且连圣文一直坚持说 他变他之前 喊一句连圣文 还有后面还带三字经 所以连圣文 连家人始终认为 这是有计划的 有计划的 利用要枪杀连圣文 来帮连那个蓝营助选 所以连家一直有这种怀疑 就是连家一直认为 这是政治谋杀 但是姐姐一直说 这是误杀 对 马面也说 其实是我来不及的 就只好放下去了 好 可是这一切 马面为什么这么做 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马面一直认为说 当年我的老大 当年我帮你们成家桥土地 你结果呢 外面说给了两百万 事实上我都没有拿到 所以这个东西 你瞧不起我 所以我一定要处理你 我要让陈明雄 陈红渊父子 要让你们一辈子 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也不要让人家瞧不起我 所以他就去 在四年前的 11月26号那天晚上 8点17分 开了那个惊天动地的一枪 据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挽回这个悲剧 没错 一卡古拉通电话 就打给杜立凯 就打给九哥 九哥都不接 他要打好多通 对 打给陈明雄 打给陈明雄的司机 他们也不理 甚至他都已经到了 陈红渊的服务处了 还是没有人理他 所以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 只要任何一通电话 或者有一个人 出来安抚他一下 可能就没事情 11月29 11月29天晚上 大概就没有那一枪 那那一枪如果没有发生 也许高兴的是民进党 而不是国民党 好 但那一枪发生的源头 是来自于土地纠纷 这一块土地事实上 刚刚你讲到杜立凯 他应该是在地方上 主要是做土地 仲介建设工夫 而且你要知道 跟陈家的关系很明显 非常好 而且你要知道 民众服务社 在地方上 人脉 政商人脉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当到民众服务社的理事长 不简单了 黑白两道正通人和 刚刚冬豪谈到了 其实马面会枪级连送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土地纠纷 那这个土地纠纷 让马面觉得说 那两百万我没拿到 是不是 你看我没去 因为他是当地的小混合 那个时候在乐华夜市 他曾经是大咖 他曾经是大咖 他开过电动玩具店 他的老大 他跟 台下还坐着刘震南吗 那也是大哥级的人物 对 因为那个 昨天帮这个压霸子过世的时候 刘震南是八个台官的元老之一 最大分量 你这样就看起来 他是帮压霸子台 那个台官的 那马面跟刘震南是什么事情 是这样 因为马面 其实他家里是警察 他爸妈是警察 那他混兄弟 他原来也有钱 为什么 开电动玩具 像赌博电玩 其实那是收现金的 他的老大金刚也是很照的 在热华戏院那一旦 可是后来他老大出事 犯了重案被枪毙之后 枪劫案 对 马面就越混越差 有一次就跟竹联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之后呢 他被人家做了一件什么事 竹联对他做了什么事 他的脚筋被挑断掉 无论 我们看到他走 一百一百 不是那么正常 那你知道 他被挑掉脚筋之后呢 后来乐华戏院这边 开电话那种地盘 慢慢也都丢掉了 所以马面到后来的日子 过得很不好 过得不好又怎么办呢 他就去吸毒 去逃避嘛 吸毒要最后坐牢 据说还妻离子散 对 后来就坐牢 但是坐牢出来之后呢 不过马面是蛮孝顺的 所以他为了 还是养他妈妈 后来还是把毒戒掉了 可是马面为什么会去 恐吓陈宏玉他们呢 他缺钱 所以才会去想到 当年那聊两百万的事情 那你两百万你不给我 你至少给我五十 而且他测过谎 对不对 三次测谎都过关 没错 这最神奇的 像一般来讲 测谎三次都过关 是绝无仅有的 马面每一次都过 还有那个时候 我记得警察中 颜大和 有次我去看他 我就说 马面那个事情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颜大和跟我保证说 马面真的是物极的 为什么 因为当天陈宏玉那个竞选赵司法会现场 有警察的收证带 为什么 其实陈宏玉家是有报备的 所以有警方在现场 维护安全的 因为他之前就恐吓过他了 所以警方有收证录影带 陈宏玉家自己的竞选 也有他们在拍竞选的录影带 所以现场最起码有两组摄影镜头在那里 所以后来 颜大和就看过那些录影带 包括我们还有新闻界的 新闻的带子 他们用多方比对 确认 陈宏玉跟连胜文换位置的同时 马面冲出去 所以整个枪击过程 因为换位置造成马面物极了连胜文 那是用同 他们讲说那叫同步摄影 虽然连胜文要不断把它操作成 打背琴牌的政治谋杀 但是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真的是来自于土地纠纷 而这个土地纠纷到底有多复杂 我们来谈谈土地 木贵土地人都知道 要搞土地那不是一般人能搞的 那得黑白两道都要有办法打点 你看顶心未加 为什么三重那块地那么漂亮 在纤色攻占 没人加标 只有一张标单 为什么 因为那有十四笔不点交 那十四笔不点交 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大家不敢搞定 也没办法搞定 只有魏家能搞定 为什么魏家在林仪街的豪宅区 有一间古厝 古厝 古厝 大家都知道 那不敢听也不敢听 因为你只要一拆 就引起当地居民非常大的抗争 只有魏家 听得更更更 古籍文化对上了豪宅的利润 我们来看一下 魏家怎么样来处理 在林仪街 因为我住在那附近 很多都是日记时代留下来的宿舍 有一个相当具有知名度 叫信丁日式宿舍 那信丁它是怎么样 它是包括日本 真的很漂亮 对 就是它的这个外竿 它的外观还有内部的建筑 采取了日本跟西洋 这个很特殊 在台湾的话 大概这个日式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合适的 那它有一些什么 西方的 所以这个综合体 非常具有这个古籍文化的一个价值 好 这是以前的 观众朋友现在有剃刁 向剃刁 魏家剃刁 为了要盖豪宅 好 那去年台北市的文化局就说 花起了一个百年老屋的一个文化维护运动 把九个这个立项信丁这样的一个宿舍 或者古籍的文化的老屋子 标给民间的这个企业来维护 那大家想说 怎么这个顶心 一向不是都很看 往前看的吗 怎么会去标一个 突然要维护去文化来了 对 维护文化 他要给他做未来一个独立的书店 这有戏机子嘛 很棒 那地方如果做书店真的很棒 对 但是他没什么钱 他绝对没什么理顺 后来他知道 原来他早已经在林一街这个信丁的日式宿舍 后面了 五百林一坪的土地 他早已经买起来 他已经买好地 但 做一个风太大的 看上这个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本来他的如意算盘是说 给他退退 退退 它的基地就扩大到六百六十九坪 我就是 kiedy 没有在书店吗 对 本来哦 他是要把他贴掉 后来说 这不能给北京当的啊 不能乱动 但是呢 后来想一想 还是一个卖点 好 还是把它标下来了 买这个金银钱 为什么 他在推这个建案的时候呢 把这个地方啊 弄成都是一个日式的一个接待室 看起来做气质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当时的一个承诺呢 变成他豪宅的卖点 对 现在豪宅进去 你说接待室啊 多豪华啦 样品物多好 这就是 卫家在林一街的豪宅 叫鼎和园 像你所看到的就是 他们在预售销售的时候 现场 以及他们所做的模拟动画 看起来真的是美轮美奂 就像蔡总所说的 蛮有和味 就是和风 就是东方风 日本风 特别是那时候卖的好贵啊 一瓶卖到250万 在林一街 在当时应该是创新天价 创新天价 其实这个整个 假如说姓丁啊 这个位这个案子 其实是在气质上 品位上是加了很多分 但是呢 我现在给各位看 一个最新的照片 这个是过去旧的嘛 对不对 对 这个姓丁的 这个日式的宿舍 现在听到吗 现在就像这样 本来要做书房的 什么书店的 结果现在只剩这个角落 没空没空 我记者去看 结果去看 听到像大门 像整个工程而已 所以就留一点点 对 所以以前 这个姓丁的话 直接从林一街一个巷子 就通到整个后面 格局是非常地完整 现在是义户在一个 它是20层的大楼 旁边一小块 意思意思 留一堆啊 对 文化局交代 交代 所以这个地方 凸显出来什么 魏家着重的是豪宅的利润 我们来讲这个豪宅 它总共盖20层 那150坪 那一坪罕价250万 总共一户就要3.5亿 特别的 这个20户的当中 有9户保留户 我有一个朋友 我这次他就去 我还要参观这个 不容易 先要议业 这还不打紧 很多 豪宅都要议业 要留下什么 你的身份的资料 你知道什么 而且当场 现场的销售人员 没有给你开价 没有开那个250万 没有开出来 他最主要是这样 陈东豪 罗友志 名字给你抄下来 抄下来 要给你调查 调查的话罗友志 你虽然有钱 但是你不是那个价 你不是那个格的 要来跟我卫家交杯 为什么 他们卫家听说 兄弟是住在地宝 地宝跟这个顶和 其实差 距离很近 听说 他们的女生 就会住顶和园 就是十个儿子都住在顶和园 对 十个儿子都住在这儿 所以住在地宝 所以你要买我这个豪宅 还要看你 你虽然有钱 但是呢 你的格调够 不知道呢 他有什么标准 也许 东豪可以 罗友志就不行 千万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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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会说 梁高梁 风高风 对 温姑高动工 因为他们是梁是风 所以你如果是温姑动工 就算你有钱吗 不可以来啊 所以他等于把这个 好现实哦 听说地宝他也是会把他们地宝的一百六十几个住户分等级啊 我也有听过这样 所以你跟我是实力相当的 或怎么样 看得顺眼的 我也许才跟你交往 所以去顶和园 看房子 要先留下资料 然后查一查 你够不够格 你就算有钱不够格 也不能来看 不过我们来讲 他就很厉害 我们现在来讲 其实整个鼎心在台湾的土地资产 利润最大的应该还是三重新宴这块地 所以他死都不放这块肥肉啊 对 号称假如说开发出来是四百多亿 我们来看一下 在双北台北或新北 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地幕变更 要花久久时间 我先讲台北正常的 我几几个cash 403宝就够平常都在 403宝 市值现在十二年还在进行 12年还在进行 这个当地从小的时候就说 要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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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 还在进行啊 现在南港已经高度的开花 南港轮胎在南港这里啊 三四万坪的土地 大概五年都还没有办法地幕变更 因为过去都是工厂用地 现在变成住商用地啊 花我看最起码最快都要五年 我们来告诉大家 这个是2010年7月用101.68亿标下来 而且只有一个标单 为什么 因为大家听说贯德建设 贯德建设够大对不对 是 贯德建设也有评估哦 我要买这一块地 他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就是变更地幕的时间 拿得很长 你资金就会积压 钱又有成本 因为钱都是跟银行贷款 在外整合很复杂 上面有13个东西地点 地上屋没有点焦 有什么大型的洗车的设备 游览车的停车场 也有精彩啦 有汽车啦 你要去整合 听说那个养鸡养鹅的 人家还不见得找得到 还不知道是谁呢 但是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他神通广大 好我们来看到底 魏佳怎么样能够 在短短一年三个月 在新北市就过关了 民国99年 就是他标下这块地的 隔一个月八月就挂建了 挂到怎么样 新北去寻求从这个 工业用地变成住商用地 我们来看 一路看一下 一路看一下 哇好厉害 在这个地方 各位看这个时间点 居然用了一年三个月 在民国一百年的十一月 整个新北市通过了 你有没有看过一块地 这么快 我刚才讲台北市 工业用地要变成住商用地 搞个五年都搞不定 还有人搞十二年的 都没有成功 我看搞五年搞得定的 都要去拜拜了 对 这一年三个月 一年三个月 我再给各位具体的数字 当时他标下的时候 那一个附近 工业用地的行情 每瓶大概顶多四十万 不到五十万 但是变成住商用地了以后 那个恐怕几百万 上百万 对不对 然后你只要通过新北市 报到内政部原则上都通过 所以今年的四月 2014的四月 整个这块地变更成功 前后花多长的时间 三年多 三年多 然后三年多 光我都还没有推案 我不要讲什么推案 推什么六本木 水案 豪宅 我都先不用讲 我光土地就从我当年的 101亿 现在至少200亿 200亿 那我养地 养地 我这三年多 养地就赚了100亿 怎么赚 你去卖那个油一年 即便你卖假油 怎么会卖 一年就几亿 你要卖几百年才有 然后这里面的时间 这么神速 诶 是谁帮他创造这种 庞大的利益 而且那101.688亿 他自己才拿多少钱呢 光我赵峰就借了他70亿 所以他其实是 自己拿没多少钱 他可以拼一百亿 两百亿的理纯 为什么为家可以拿到 没有红灯 移入绿灯的通行证呢 不管是在三重新叶土地 还是在林仪街 谁那真厉害 当然有很多 你想象不到的门神 因为刚开始我们就谈到 做土地啊 你要做土地 黑白两道 你没有办法打点 你是没有办法搞土地的 过去就曾经有一块土地 光光这块土地就死了 不知道多少个黑道大哥 四个 而且这个我们平常 我在新闻上都讲大哥 可能都说什么 副堂主啊堂主 这四个大哥 全部真的是大哥 不是创邦元老 就是创邦元老的大哥 你看这个土地有多诱人 所以不是大哥 就是大哥大大 大哥大大 这个土地为什么这么诱人 因为这个土地呢 在信义计划区 哇 光我随便讲 信义计划区 你眼睛就亮了 对不对 信义计划区的 一万多坪土地 因为会抢破头 一杯上 没有三四百万 以上那都正上的 这个土地几百亿 所以惊动的 你想会是什么堂主 我要插个话 一杯三四百万是说 买三四百万 对 土地的计划不是 土地的计划是算千 是千万在算的 对啊 你说这种数字 会是一个 副堂主那些等级出来吗 不是 里面有谁 那里有两个人 一个是股市大亨 那一个是本土的企业 企业家 他们都去借一大堆的资金 那股市大亨呢 就拜托了四海邦来处理 那这个本土企业呢 就拜托了松联邦来处理 因为济世工业 这是济世工业的地 济世工业大家都知道嘛 很复杂的 没法度去 去团来 有的已经死了 不及你高价 很麻烦 大家成立一个济世工业 那很复杂的 派处理就要给予社会来 就更好处理 然后既然拜托了四海邦 跟松联邦 那四海邦谁 我说这个名字 大家也知道 杨光南 帮主亲自出面 处理这个几百亿的土地 还有一个 松联邦呢 也是响亮亮的大哥 谭世雄 他叫志伟 既然两个老大都出来了 这就好说了嘛 反正你有一派的派下员 我有一派的派下员 大家看要怎么瞧 结果后来 大家说每天这样建拔奴 这样也不是办法 没大家坐下 后来呢 谭世雄就叫那个 说 没有啊 杨光南帮主 我们坐下来 说 说可以吧 就大家坐下来讲说 哦 那个气氛很坏 你怎么 我怎么 大家都要理事 我也是大 你也大 不然现在怎么 不欢而散 杨光南帮主就要走 那个松联邦邦就说 我上网也是一个老大 冲邦元老 你跟他说走就走 结果 那个像 把我回来 结果 回来 这回来 小弟 砰就在这里 一枪就给他打下去 老大打老大 老大打老大 下面就要加四个字了 星风学雨 这还得了 这加四个字 黑道火拼 那个台北市 全部 大家都摇传说 四海帮跟松联邦 在集结所有的火力 要火拼 最快的就是警察 好 突然间打到 现在自尾 像说 现在要火拼了 我现在 先避走美国 先去美国 收集一些人马 成立一些军火 结果呢 这些军火 他找了一个叫王鑫 结合美国的帮派 王鑫呢 叫美国叫美英会 美英会 美英会 那是美国纽约 一个很大的黑帮 既然呢 我找到一个杀手级人 那个自尾 就说安心 我可以回到台湾了 结果呢 这时候呢 另外一个老大出来了 宝哥 四海帮的宝哥 照个小回都知道 这帮有两个大宝 一个大宝 一个小宝 宝哥 那个叫做陈永和 小宝呢 这两个都是想当当 很凶狠的人物 既然宝哥挑出来 又是另外一个老大 他说 我谣传 听说 现在我们塑害到那些雄年 跟你们要火拼 为了社会平安 不然我们就坐下来说 又坐下来 他刚才不是坐下来出台子 又坐下来 又说 不然大家 既然你到厦门 我们约在厦门来谈判 好啊 逃到厦门去谈判 对啊 想说 在另外一个地方谈判 比较没关系嘛 结果智伟呢 想说 反正第三帝 比较没关系 多都要说 这会 变宝哥 四海帮的 叫人 在里面 把智伟 拼拼 拼掉一个老大 不是有美英会的 王姓来保护他吗 所以王姓那时候 很想起的 拜托 我跟我们老大 来到这里 结果你当我的面 不是说坐下来 谈谈吗 简单一个 怎么变成不简单 我说美英会 美英会很凶狠 所以那时候开始 他在收集很多的武器 所以一阵 中间有一小段插曲 台北市抄到了一个 中联邦的军火库 也要报仇 总共查获了62支长短枪 那叫中联邦的军火库 你说这是不是真的要火拼 这如果真的发展下去不得了 台北市真的变成新风雪雨 跟你说什么 黑道火兵 所以这就大家一定要坐下来说 又要坐下来说第三次 对 所以你这个 坐下来说 结果宝哥又说 没有这样 我们记得这样 大家又坐下来说好了 又约在一个海珍宝餐厅 海珍宝餐厅很有名 那是海邦的餐厅 又开很大间 宝哥开的 对啊 结果想说 这是我的地盘安全 结果没想到 宝哥就 陈永和就在四海餐厅里面 被人家 在自己家餐厅 众目睽睽 当场就变掉了 你看到现在目前为止 一个志伟 一个宝哥 中间 还有好多的老大 跳出来处理事情 希望这件事情 不要闹这么大 台南的东门帮 顺风大 顺风大 牛蒲帮的 小小毛利 还有空兵 尽管这三个 有两个 也是被弄掉 都是这块土地 为了这块土地 四个老大 死在枪下 哇 一块土地 可以让四个老大 死在枪下 一块土地 可以引发黑道 火片 腥风 血雨 事实上 一块土地 也可以让人 隐姓埋名 有家归不得 其实 我你知道 过去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大概1月10年 黑道介入 土地 很容易 一块 一堂去 晚上给你拨 隔壁 那些战友的房子 就变什么 归于平地 你就一定要贴 叫你赌根 不要赌根 我一块房子下去 这个是以前的做法 现在因为法令 法令规范 比较严格 所以现在有技巧性的 其实这个案子是 基本上是在 文山区 文山区有一个 姓林家 这个林姓的地主 因为一拔就贵心 放在土地 这土地 继承给他 大概三亿的市价 三亿的市价算不多 因为文山区的地区 能够三亿的土地 看得不错 这样很大地 好 够两天 够没多久 一个姓儒的 儒姓 拿了一张名片 给你在地主拜访 其实这个鲁姓是前科 美类 它有很多的恐吓取材 后面是什么 带两个 还有文山区的十五份帮派 组成一家建设公司 建设公司 我比鲁老板 其实我是黑头 结果拿个名片 给这个地主说 你这够三亿 不好意思 我仅仅没给你买一亿 我最多给你出一亿 我怎么就要买 对啊 中间两亿 我干嘛要赔 四个三亿 为什么叫我买一亿 你不要签吗 不要签吗 不要签吗 不要签 不要签 仅仅仅这个鲁姓这一口 什么 撒一台什么车子过去呢 推土机 刚才你偷偷 顶头给你 顶头给你收 收招啦 帮你帮你 帮忙你啊 帮我整地就对了 帮你整地啊 但是推土机放在那什么 不开走啦 他认为你还是会长草啊 我继续给你服务啊 这样啦 你三亿 三亿 三亿 你们两亿 一亿有要买吗 有要买吗 结果说我灵性地图 我怎么可能买啦 结果 结果有说 路途机退完之后 我帮你把你建一间铁皮屋 嗯 我把你照顾啊 铁皮屋还建一间铁皮屋 活动性的铁皮屋还建一间铁皮屋 做服务的 做服务的啦 结果人性地图 我怎么可能呢 你占有土地嘛 结果占有土地 之后 大家谈谈 林性地主 后来下场到底有多凄惨 而土地的庞大利益会引起各方觊觎 又有多大的肥肉 引发了这么多人一定要来抢 这中间有多少故事 等会儿告诉我 所以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刚刚谈到 土地人是很好谈的 但土地人也很难谈 魏家要不是什么颜色 他都有办法搞定的话 他怎么能够在台湾掠夺 那么多的土地利益 蓝绿通通可以搞定 黑白通通可以搞定 什么是 魏家都有办法搞定 我们刚刚也谈到 其实过去在文山区 曾经有一个灵性大地主 被逼到走投无路 对 我们刚刚说灵性大地主 叫它签不可以签嘛 对不对 后来黑道单不是有丁烧吗 丁烧有天 对丁烧站岗 有天灵性的地主又回来的时候 刚好给我逮到了 被丁烧的逮到 押到车子里面 叫你签 还没有签 但是灵性地主很聪明 好了好了 因为我们爸的这种 我还没完成过户 继承的手续 你也稍微放到外面 我去办这儿抽烟 结果黑道知道 好好 你去办这儿抽烟 我跑掉了 灵性地主跑 跑掉了 走起来要从此什么 人间蒸发 什么叫人间蒸发 不是 不敢回家的 第一步 他先找一个律师 叫一个律师 那个律师很有名 我还认识 他搞土地的律师 结果土地的律师 怎么说 这就是恐恶罪啊 我就觉得要跟黑道这边来做交涉 律师出去之后 你看右手出去右手被打断了 右肋骨也被打断了 连律师 打断了 打断了 他打断了 律师当着什么什么 一生我故意就没在怕 好 那说人性地主 哇 靠着这个律师 连律师就让他 脱脱了 他快跑掉 人间蒸发什么 他说人间蒸发 改名 当夜晚上 薄花款款的 帅母走出去 母帅还怀孕 还带一个一岁的小女婴 三两个一对夫妇 抱着一个婴儿 赶快走出去 走去哪 全省的摩托书 住了摩托书 住了多久呢 住了两年 好可憐 住了两年 因为什么 一回来你没得到 没有王法 没有王法 结果经过的一段时间 当然后来就报警 邻居去报警 报警这时间拖了什么 在两年之内才抓到什么 抓到这个凶嫌 因为那个很多 后来很多民间司法说 我们这些 因为我刚才讲过 那个黑道本来就什么 有千颗 所以我们没有做好 保安处分的问题 问题就是 让这些受害人 爬爬走 最后的当然是 整个完毕 可是这里面有个过程 我们再看看 这黑道多厉害 以前不是一只房子 三个土地 我一天会给你买的 我刚才出一天 不是 我给我建设公司出五千 所以他就要出钱了 其他五千万 又叫旁边一些 营造成员的共同出 它是零 它是零成本 不仅压垮你的 压垮你的土地成本 钱又是什么 对外国抠出来 好 我说叫你建设公司出五千万 建设公司不可以听了 我帮你扇一些黑道具 给你捆扇 叫你签本票 一定要五千万拿出来 你建设公司 如果没办法拿五千万 我就给你扎电 给你捆风气 真的一定还找别人出 对 所以他是现在的 现在的做法都是这样 我知道现在所有的土地 看他做法都是什么 这个一定是什么 推土机推出去 这是最新的一个做法 高超哥说 现在呢 是推土机 直接就推进去了 一般人可能会怕 但魏加没得惊 魏加能够在三重新年 那块土地上 拔掉十几个钉子户 当然不是等闲之辈 同时魏加能够进口 那么恶的恶油 天不怕地不怕 在经过了大桶 经过了强冠之后 继续做坏事 当然也一定有各路的门神好汉 帮他开导 所以特别来谈谈校尾 在今天谈到 他的油不只是恶油 他的油在今天竟然惊爆 可能含有世纪之毒戴奥心 他这个戴奥心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其实当年 越南有发生一件很重大的大事 特别从1959年到1975年 阿关那是什么事 日战 对 越战 越战 美国人在那个越南 其实用了非常多的 所谓的化学战技 而这个化学战技之手呢 是什么 就是今天所惊爆出来的 这个叫做成绩 当然现在到底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跟 对 我们要跟大家讲讲 成绩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其实啊 那个时候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 打仗 其实是在战术上来讲 还蛮成功的 但最后战略输掉 然后导致越南战场失败 但是美国在战场上 不是无往不利的 他其实在整个战场上期间 他碰到一个 让他非常伤脑筋的地方 阿关 而且那个伤脑筋的东西 还是条小路 叫做胡志明小进 胡志明小进 对 胡志明小进是干嘛的呢 他其实就是像北越 能够从哪里 从北越 然后经过辽国 经过高棉 然后再进到南越 把北越给南越游击队的 那个援助 借由这个胡志明小进 源源不断地 送到南越的境内去 所以 还是一个补给之路 对 所以对美国人 对他来说 可以说又痛恨 又头大 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因为有些地方 胡志明小进 好像很宽 但是有些地方 特别在辽国 跟高明的山区里面 他其实宽度 就像一个脚踏车 一个人牵着一个脚踏车 能走那样一个宽度 还那么窄 对啊 所以你说 在空中侦查 然后去找 怎么找不到 后来美国人想到一个办法 孟山都公司出的这个橘 那个橙剂 这个橙剂 它其实是除草剂的一种 但是它是超强力的除草剂 它从那个越南 你看 就像现在镜头上 它飞机飞过去 飞机上过去 在洒落叶剂 对 洒过之后来 我跟你讲 它所有的那个树叶 然后草 不管你是草本的 木本的植物的树叶 通通掉光光 掉光光就可以看到 那条小路了 对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 利用胡志明小进来 这个进行运补了吧 但是除了叶子掉光光之外 这个落叶基本上 这个橙剂本身 非常非常非常毒 因为它里面 其中有一个成分 叫多绿莲本 而这个东西呢 它撒在这个越南的 这个丛林里面 其实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为它会渗入地下 会渗入土壮 会渗入地下水 所以它就一直在 食物莲之中 循环循环循环 要40年才能减少一半 再40年才能够减少到 当时的四分之一 所以大约要80年 对 至少80年才会减低到 原来的八分鸡 但是它当然 你说这次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 因为毕竟就说 因为这次是台商检举 对台商检举 那台商为什么会检举呢 是因为越南现在的油 自己目前越南用的油 已经被验出有代奥心 对 所以怀疑 如果越南大幸福厂 是搜购当地的地沟油 运到台湾 那非常有可能 里面也还有代奥心 不见得要地沟油 你知道吗 猪要吃飼料 要吃那个牛 要吃那个什么 那个牧草 对不对 都会在那个当地 会吃当地的食物 那既然吃当地的食物 那多可怕 你看 它如果泥土里面 或者说地下水里面 有代奥心的话 就通通进到猪 跟牛的肚子里 然后呢 特别这个东西 又特别容易 储藏在哪里 脂肪里面 你要拿来炸猪油 炸牛油 你要用脂肪 对不对 炸了之后 这些代奥心 就跟着一起到这个油里面 所以它会进入 我们的食物链里 我们回到当时美军 为什么会去喷洒落叶鸡 它难道不知道 这个很毒吗 知道 但是这一场越战 确实让老美 打得灰头突脸 继续那个丛林战 老美真是拿越战 没有办法 因为整个丛林 那个北越军 北越军 他并没有直接的 攻到南越里面去 其实他都透过什么 透过转移手 叫做透过越贡 所以你在那个越战店里面 看到很多讲 VC VC 就是越贡 越贡 就是越贡的意思 那越贡 他们其实最擅长什么 挖地道 他那个地道一挖 从这个高棉边境 一直挖到接近 那个当时西贡 首都西贡的这个周边 哇 长250公里 哇 好厉害 对 美军在这个丛林里面 巡逻的时候 常常蹦 就掉到地道里面 就好像也是 掉到陷阱里 就不见了 那当然 你说掉进去的时候 可能旁边 那个同伴 要赶快把它拉出来 对不对 拉出来之后 发现底下是一个洞 那这个地洞 你还不能贸然进去 因为它这个地洞里面 它这个绵延的 这个250多公里的地道 它根本是一个地下网路 它是一个地下网路 也就是你可能是 踏到其中一个进口 掉进去了以后 对不对 你开始往前面 爬爬爬 扑扑前进 因为它这个地道里面 非常的赞 你一个人拿个手机 往前面爬爬扑扑前进 它里面不仅仅 只是光地道而已 地道里面 为了要防这种 从外面流进来美军 或是这个南越军队 所以它像一个迷宫 只有北越军自己搞得懂 对 第一是迷宫 第二 它里面还有陷阱 你爬爬爬爬 从来扑扑 又从这个地道里面 又掉到一个坑里面 地道里还有地道的陷阱 对 地道里面的坑 里面竖了一根一根 那个箭竹 那个刺在里面 跳去 你就被戳了满身 这个都是洞 对不对 然后就死在里面 然后你如果发现 这边部队有这个东西危险 然后掉过出去 往另外一边爬爬爬爬爬 搞不好你碰到一个 鬼雷的这个 那个伴手 鬼雷 对 那个伴手你碰的时候 砰爆炸 对不起 你又当地 又在现场本身碎骨 所以对美军而言 北越就好像鬼一样 神出鬼没 真的 因为它那个地道 它非常的广 四通八达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越共躲在哪里 它搞不好 就躲在前面一个弯折的角落里面 你要爬过去的时候 它就突然冲出来 棒棒棒 给你两枪 对不对 你就再见了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地道战 真的是让他们头痛到 不能不行的这个东西 而且地道 又往往隐藏在这个丛林中 我们刚刚讲 这个胡志明小径 是美军用 撒这个成绩的主要目标 其实那个越南 有相当多地道 也是让美国很头痛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也撒下了这个成绩 让整个地道战区 让它完全在空中 就无所队形 等到它很清楚 这边有越共 潜伏在这边地洞里面 它就派轰炸机来炸 然后因为你炸了之后 至少你可以炸垮一些地方 有可能把一部分的越共 让它活埋在里面 据说那一场越战 除了越共的地道战很厉害 丛林战很厉害之外 他们的女兵 也是一等一的厉害 的确 在后来 中国大陆跟越南 发生边界冲突以后 他们那些生还的 这些中国大陆的士兵 去讲到这个部分 越南它其实在整个 在它解放战争以后 就是它一开始跟越南打 跟法国打 跟法国打完之后 隔一段时间又跟美国打 它其实等于 真的北越来讲 可以说是用全民皆兵来形容 它很多女兵 我们在画面上来看一下 这个女兵很漂亮 它这个女兵 其实就是 真的是深入到航武之中 甚至于一个班 一个排 对不对 一个排 一个班里面 都有这个女兵入列 而这个女兵 这个往往就是 其实严格来说 好像有点像是 当这个班长 或是排长 或是连长的勤务兵 但是这个勤务兵 不管是照料 她的这个一切 这个吃喝拉扎税 还包括照顾 这个连长 排长 班长的最重要的一些需求 所以这些女兵 她退伍了以后 回到家乡 都没有人敢要 因为这个在部队里面 实在太过于复杂了 这是当然当年曾经 但是要我听过一个传言 不知道真的假的 据说他们的女兵 还会突然一丝不挂 让美军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美军 然后连打击解放军 都吓一跳 因为常常 他们攻心了一个阵地以后 对不对 发现里面五六个女生 脱光光在里面 吓一跳 这就让这个美国兵 或这个中国大陆 吓得枪都掉了 吓得那边 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女兵 可能就拿了枪出来 再打死几个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所以对于这些 不管是美军 或是解放军 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 进到院内里面 碰到女兵 还要吃亏 因为美军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们才会撒了落叶祭 而这个落叶祭 就像校尾所说的 八十年 至少八十年 所以这八十年当中 他的毒害 不断地侵入土壤 侵入我们的食物链当中 现在有没有可能 侵入大幸福游场的 二游里 然后进口到台湾 我想后续很快 就会有答案 不过说到了这场越战 其实在越战里头 我们算是 对南越雪中送炭 对 因为越南其实跟台湾 非常友善 特别是在阮文哨时代 那阮文哨之前 有一个吴廷元总统 他在1960年来台湾的时候 有特地到我们的政工干校去参观 参观他发现说 跟共产党作战 不是只有说凭借着武器 还要透过政工系统 所以呢 台湾的那个 王生就在隔一年 就奉命到越南去 帮他建制台湾的政工系统 把他整个移植过去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说 让越南的这个三军 不至于说有兵变 因为后来吴廷元也是因为 政变而死亡 那等到这个 阮文哨上台之后 他就更进一步 跟台湾密切合作 所以当年 我们台湾在越南 还有军事顾问团 派出的成绩是中将级 你就知道说去的人 其实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其中有一个罪名 阮文哨应该可以说是 中南半岛 沦入共党之首的 第一个亡国之军 在他最落魄的时候 据说是投靠台湾 对 阮文哨他发现大势已去的时候 其实1975年 1975年这一幕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这个就是美国大使馆屋顶 大家抢着要 这个抢单 那个直升机 要逃到那个外海的 那个航空母舰上 那这个是越贡的坦克车 使进了西贡 街头 所以那个阮文哨 当然较早就已经飞来台北 他就是命令两艘 两架那个越南航空 载着很多黄金美钞过来 带着多少黄金美钞 怎么样秘密来台 等会来告诉你 据说阮文哨那时候来台湾 是带着巨资啊 有黄金 有美钞 但是据说提这个黄金美钞 那个人突然之间跑了 临阵脱逃 那个是他的随护 结果在那时候还没有中正机长 在松山机场 就在登机前一刻 落跑 所以惊动了我们的国安系统 赶快去追那个 那个落跑的随护 那大家才发现原来阮文哨居然 带着那么多现金跟美金过来 所以啊 来的他在台湾那时候是住在天母 那现在在苹果日报当主笔的江春男 也就是司马文武啊 他那时候是中国时报外交记者 他天天都要去那边盯哨 他那个时候在做狗仔就对 他是外交记者出身的 那那一阵子啊 其实比较受到国际间外交瞩目的 就是说老人说 为什么带那么多钱来 在台北住那么久 那个时候传闻就是说 他准备啊 去收购龟山岛 收购龟山岛 就宜兰外海 那龟山岛当时啊 是一个算是话外之狱 当然岛上那时候还有居民在 各位可以看出 这个早年啊 当蒋经国还在当行政院长 黄杰当省主席的时候 干嘛说购龟山岛呢 对 因为龟山岛它比较容易能够说 有点像在算是一个离岛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博弈条款 你看在马祖或者澎湖 可以开赌场 所以老人山岛的时候 是向重了龟山岛 想在那边经营赌场 哦他要开赌场啊 对对对 那结果呢 有一些老立委听到了 就公开咨询 蒋经国在立法院 他就宣誓说 政府再穷 也绝对不开征赌博税 老人山听了以后知道大势已去 因为已经曝光了嘛 所以就离开了 离开就发生了那么一幕 那龟山岛其实到现在为止啊 岛上的情形各位去的话还是可以看得到 其实当时很多建制啊 是开赌场是绰绰有余的 比起现在到马祖或澎湖啊 还更适合 因为岛上还有温泉 所以那个地方如果在当年让阮文绍成功进行赌场的话 那可是一个休闲乐园 但是说到我们跟越南的关系 就是南越的关系啊 那时候感情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还派了一个黑蝙蝠中队去支援他们 对不对 对 其实那个时候黑蝙蝠中队 它为什么会射入中南半岛的战局呢 其实很有趣 就是当时啊 由于美国它在这个主导这个越战 其实那个时候当时中华民国政府 也非常希望能够跟着进去那个中南半岛 因为这样你可以有机会能够把北越打过以后 就借由北越攻进中国大陆嘛 那但是美国当然知道你这个台湾 当时蒋介石先生在想什么 所以他不让你派地面部队 但是呢 因为美国 他当时在越南 他的行动有很多的限制 例如说 他的这个空中的运捕啊 不能超过北纬17度线 因为当时南越跟北纬是17度线 楚河汉界 对不对 但其实啊 这种事情也很好玩 美国必须遵守 但是北越才不遵守 所以呢 那个时候怎么办 美国只要找这些佣兵啊 那这个佣兵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飞离偏离航道 那个故事就在讲这样一个故事 Air America 那那个当时其实真正到中南半岛来 有很多是我们的三四队 一开始呢 他们三四队过去啊 他们那时候特别为了中南半岛的特种任务 还接收了一些新的飞机 叫做C123 它是两个螺旋桨 还有两个喷射小发动机 让它能够在越南那样一个 很多特别的战场 做个短距离的起飞跟降落 校尾你帮我们看一下 这是在当时非常先进的飞机 对不对 对C123 那个当然那个是P2P 那个是对大陆做特种任务的 那C123那个飞机 就是这个 它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任务呢 因为那个在那个越南战场上 有很多机场 非常非常小 其中有一个机场很有名 它那个外号叫什么 那个阿关你知道吗 那个外号叫做小年糕 小年糕 你想想看 那个外星人吃的那个年糕 一个小小 一个小小圆圆的 它就是用那个小小圆圆的年糕 来形容那个机场 就是机场小小圆圆的小年糕 怎么降落呢 因为机场至少要有够长的跑道 对不起 它就真的找了一个小山头 把那个小山头推平 然后建了一条2000英尺长的跑道 那C123 这样的这些飞机进去运补的时候 飞机一降落 我们讲到它去当 一它去当之后 你那个距离只有2000英尺 还不是公尺 2000英尺大概是600公尺左右 所以那个运输机的路线圆运输机 马上要推到返桨 所以你这个返桨 你怎么空气往前吹 所以你看到那个沙土机场 前面就一阵红尘 红尘滚滚 然后等到飞行员死命了 把飞机停下来以后 然后烟也散了 然后那个烟尘也散了 赫然发现前面就是悬崖 然后悬崖底下就躺了 好几架飞机的残骸在那边 然后它就要在那个地方 做个很小的回旋 然后进去把这个货物卸下 那有些地方像还有 现在的技术很棒 整个公司成立以后 它第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跟三四堆 一起做这个男星任务 他们进去之后 把这个去在南越 去做这种特种空投 我们刚刚讲到 例如飞这种小年高机场 还有他们去做空投运补 那空投运补也是非常惊险刺激 因为有时候你进去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个越贡的地面炮火 应该等着伺候你了 那你进去 那你要把飞机飞到跑道上面 然后夹住油门 后面那个丢货的 那个货商的舱门打开 然后做一个抖身 然后让那个货商里面 随着那个你抖身的时候 那个重力 哗一堆就掉地下去 要那样子来进行空投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惊险 那像比如说 以那个三四队 他们进行男星计划 我们刚刚讲到 他接收新的C123这个飞机 他其实也在那个南越 被击落好几下 有大概40多个 那个空情组员 在那边殉职 那像华航 他当时在执行 这个南越的这种 特种空投任务的时候 有14架飞机 49名的组员 在那个越南殉职 所以说可以说 这个整个越南战场上 特别是这个越南 对这种部队的 这种偏远部队的 这个补给 当时由中华民国空军 的这个三四黑扁服装队 跟中华航公司 一肩挑起 好事实上呢 谈到了越战 我想是很多人 心中永远的痛 确实在那一场 死山惨烈的战役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悲剧故事 而在今天呢 即便到今天 这个悲剧故事 并没有歇止 是因为美军 在当时撒了落叶记 而这个落叶记的毒害 是生生世世 一代又一代 落叶记是谁发明的 是谁制造的呢 那就是全世界 最邪恶的公司 孟山毒 两个月前 我也去越南 他们说 越战已经结束了40年 但有两个东西 还留下来 第一个就是成绩 第二个呢 就是地雷 他说 越南一个地雷 造价一颗啊 三块美金 但是要把它清掉 要花一千块美金 所以光要把那个 越战留下来的地雷 清走的话 要一百年 一百年啊 对 所以老实讲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不过我们来讲成绩 成绩啊 是美国国防部 付款 一出几年 就生产的 主要两个厂商 一个就是 邪恶的孟山毒 然后另外一个 是陶氏化学 但有人讲说 孟山毒里面 含的这个毒剂啊 比陶氏化学 还多了很多倍 我想很可能就是说 要让美国国防部看到 撒了我这个孟山毒啊 生产的这个成绩啊 效果比较好 但是它造成的后遗症 很大 好我们休息会儿之后 要来谈这个全世界最邪恶的国家 也是制造 落叶季的这一家 孟山毒 它为什么能够在这么 解恶 同时全世界都在抗疫的情况之下 还活得好好的 这家公司 势力庞大 它背后的门神 到底是谁 等会来告诉我 接下来的节目现场 孟山毒这家公司 到底有多邪恶呢 它让印度农夫 因为缴不起贷款而 自杀的人数 至少20万人 它让很多动物 产生了畸形的现象 包括畸形老鼠 畸形鸡 畸形牛 畸形猪 最可怕的是 它产生了畸形儿 我们来讲一下 孟山毒生产这些毒剂 或者说这些有害的东西 这个可恶以外 还有两个地方 会不会跟现在的鼎心 会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的观众 来自行来评估 第一个 大小眼 孟山毒 1984年的时候 赔偿了美国一个 退伍的老兵的协会 1.8亿美金 因为成绩的确造成 这些退伍军人 身体的这些伤害 但是真正伤害最大的越南人 集体的诉讼 几百个越南人 去告这个孟山毒 要求赔草 一毛钱都没有赔 一毛钱都不赔 我就有点想说 以后啊 顶心的有脚 证实有毒的话 会不会在大陆赔 台湾不赔 对不对 这个我们要看 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 孟山毒的萌神 多到多大 我来讲一个故事 1995年 英国的政府啊 委托一个叫做 罗威特研究所 研究那个基因 转基因的对食品安全的研究 那负责研究的是一个 这个领域的顶尖的专家 叫做普姿泰博士 还有他太太一起研究 有一次啊 这个普姿泰就接受电视的访问 他想说啊 诶 使用这个转基因的马铃薯之后啊 那个实验的老鼠啊 吃了110天之后啊 免疫机能有问题 所以他的结论就说 诶 这种东西啊 没有科学的这个 安全的证明之前啊 不能吃 不以实用 结果啊 这个电视播出来的48小时 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马上接到他们研究所所长 打电话来 解聘 连你跟太太一起解聘 而且危险哦 你不能把研究的东西 泄漏出去哦 泄漏出去的话 你连养老金都没有 后来 他 他不知道 过了五年 他离职的那个同事 才告诉他说 我们所长就是 两度接到英国首相 布莱雅的电话 哇 布莱雅为什么会有电话 英国首相 因为柯林顿总统 打电话给他好朋友 布莱雅 你不要 你那一个人 一定要给我拿掉 为什么 那时候柯林顿政府 就在推动啊 他背后的这个门绳 就是孟山都啊 所以孟山都背后的门绳 就是柯林顿啊 是美国总统啊 布莱雅 这种等级的啊 甚至啊 美国的那个老布希总统 他当雷根的副总统的时候 到那个 亲自到那个 孟山都的实验室 结果孟山都的总裁 跟他抱怨说 我们老的产品啊 农业部在审查的时候很慢 然后布希说 赶快 我电话给我 我马上打 我们专门来放松这个管制 所以呢 美国政府 甚至欧巴马 去年的三月 通过了法案 孟山都的产品啊 对这个什么影响 都没有关系 因为 对这个